我先講說 侯友宜他這個很要緊的 像他用這幼育公司 他們收取那麼多文化大學學生 那麼高額的租金 結果拿來幼育公司 竟然 我認為草地皮這三個字完全不為過 而且侯友宜你在擔任副市長到市長期間 那是你執政期間 你任令你旗下你自己的公司去收購這個土地 他這個新莊復興段這兩筆土地 253D號跟254D號 254D號他可以說 這個我夫人繼承土地而來 好 那就算這樣 可是你為什麼去買253 用這兩塊土地 不但是在新莊體育館對面 他又緊淫新爐縣新莊站跟環狀縣 對對對 又緊淫然後環狀縣的投錢莊站 這個不打緊喔 你為什麼買253 254你繼承的這一塊 你的寬度 你的最低深度都夠 你可以單獨建築 那你為什麼去買253 253並不是你的基靈地 他陽明山那一塊他還可以說 他太太也繼承來 那因為他要蓋 要蓋那會有基靈地 所以他們又去收購了旁邊的一些基靈地 好 姑且我們認定你陽明山去收購 當年你去收購的那些 就算你講的是基靈地 但是你新莊這一塊你怎麼講 你夫人繼承的這一塊 你可以單獨建築 我再一次跟大家報告 蓋房子你這一塊土地 你的最低寬度跟最低深度夠 那你就可以單獨蓋 你為什麼去買253 這兩塊緊淫 因為剛好他就在這雙捷運 的捷運站的出口 對面又是新莊體育館 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貪 他收購的是一整塊 收購是一整塊的地 太厲害了 所以這個講不過去 而且從他當時任副市長 一直到他市長 因為那收購要有一個期限 就成為剛剛明鳳講 那是20位地主 那你怎麼有辦法 有那個耐心 也有這個資料 你一個一個去收購 我認為這是貪 最簡單 侯友宜 你單單副市長跟市長期間 簡單講 你至少要避嫌 不是嗎 你做的這些事 不管文大的 你收高出金的問題 到你炒作這個土地問題 合法 講起來合法 但是不正當 也不道德 這個是你身為市長 你最起碼應該避嫌的 不是嗎